辛苦了 辛苦了 台湾拳后林玉婷 深夜比完赛走出场馆 先是挥挥手点头 接着特地往前走几步 又不断的挥手鞠躬 还跟现场守候的记者 隔空推拳 用手在胸弦拍了拍 表示自己收到大家的祝福 最后再度深深鞠躬 才走上车 加油 加油 拜拜 拜拜 快回去消息 即便再疲累 也要跟关心她的大家致意 林玉婷在巴黎奥运女子 拳击57公斤及四强赛 对决土耳其好手卡拉曼 比赛一开始就来一记前手拳 表现相当强势 取得5个10分 来到第二回合 林玉婷依旧掌握节奏 趁着对方近身攻击的时候反击 又得到5个10分 第三回合对手奋力挣扎 但找不到突破点 而林玉婷则是放开来打 连续几个重拳 完全压制对方表现 最终以5比0胜出 也成为台湾拳击史上 首位打进奥运金牌战的选手 我想这一步大概已经 我们两个已经走了15年了 教练曾自强讲到一度哽咽 一路陪伴林玉婷 这一次有机会拿金牌 希望他最后一步一定要稳住 从不敢做梦到去做梦到梦想好像有点被摧毁 到现在好像有点可以实现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无畏杂成 今年28岁的林玉婷曾在亚锦赛 市锦赛跟杭州亚运都拿下金牌 现在就差一面奥运金牌 就能够完成大满贯 无畏性别风波 带着坚定信念 林玉婷朝着金牌 勇敢出击 TVBS新闻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导 手拿加油棒大声欢呼 齐聚观看比赛过程 台湾全后林玉婷出战巴黎奥运女子拳击 57公斤级四场赛 对决土耳其好手卡拉曼最够胜出 而在新北市政府也举办了直播派对 要帮林玉婷加油塔器 而她的妈妈也现身 那十几年来她的大小的比赛 已经经过这么多人 然后那个国际的奥委会这么的力敌她 所以我讲真的 我是罪名都罪不到 很心疼啦 一路看她就是很辛苦一路奋战 然后坚持的心情 然后就是牺牲很多的家女 然后就是一直在奋战 林玉婷日前遭国际全总质疑 性别不服参赛资格 林玉婷的妈妈也说真的很心疼 很不舍 也强调林玉婷的身份证字号就是2 代表她是女生 勿需要质疑 也希望把正能量传递到巴黎 给林玉婷力量 盼望她能够在金牌站 拿出最好的表现 在女子57公斤级四强赛 登场之前 立委苏小慧通过手机视讯 全局过手林玉婷打击 邀请大家陪她一起熬夜 毕竟四强赛前 林玉婷仍待在全关准备 不嫌累 也请委员代委转告 谢谢大家祝福 用平静的心情 备在接下来的赛事 因为连日来凭遭国际全总质疑性别 如今中华奥会发声捍卫表示 以委请律师发出警告信函 给国际全总IBA 并保留法律追溯权 后续将与国际奥会紧密沟通联系 维护选手参赛权 入国际全总持续以不当手段介入 体育署不排除提告 并提供适当协助 而国际奥会也硬起来 强调若国际全总再不进行组织重整 2028洛杉矶奥运将不会再举办拳击 对国际全总公开抨击 同时国际奥会也呼吁 其他拳击组织应该团结在一起 只是想要为国灾机意外卷入 国际组织角力中心 但力挺代表中华队的林玉婷 此刻观众一心 台北大 奥运赛场上大家都想赢 看这个影片去检讨去勤收 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也制定出最好的策略跟方案 距离金牌只剩下两阵 女拳手林玉婷将在台湾时间8月8号凌晨 对上土耳其选手卡拉曼 对方唯一国际赛战机是 2016年的欧锦赛同牌 东京奥运直播八强 但她是属于强攻型选手 力量速度加 要小心近身残暴 那你跟她残暴 玉婷她的距离比较长 那可能就没办法好好的施展她要打的拳 多一点试探 多一点假动作 然后来回出拳的时候 就不要太多的犹豫 独胜关键是控住距离要进攻 还有小心 要稳住节奏 她就是要让你陷入她的节奏里面 要跟她残斗 要跟她互相对打 一直跟她击打的话 可能优势上面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如果顺利赢下比赛就能坐赢望金 可能的对手游走主攻型的菲律宾皮特西欧 就是让玉婷在东京奥运首轮爆冷出局的选手 虽然亚运有成功血齿 但还是得要多提防 另外还有波兰的朱莉亚相关资讯比较少 但高中教练建议可以多试探 善用反击拳 对手坐拳了以后 她来做反击拳 去抓她的拍子 她击打过来 我闪躲 然后再给予回击 去取得 让裁判对你的青睐 掌握不掉 不被对手影响 林荺亭虽然保底铜牌 但立拼要把奖牌颜色再升级 完成梦想 这一遍新闻李建伟家庭台并从摩托 帅气后空翻成功落地 华裔演员刘思慕伸手矫健 也是漫威电影英雄上气的主角 从此声明大噪 去年更是凭借芭比再创事业巅峰 电影主打摆脱性别刻板印象 希望大家接纳多元风格 恰巧最近巴黎奥运 台湾全级选手林荺亭 就因为性别 备受JK罗琳质疑 六四目也看不下去 社群平台写下长文说重话 表示无法接受JK罗琳的言论 他一再重申危险的反跨性别意识 影响到我生活中 包括亲密有人在内的人 没错 我爱哈利波特 但我讨厌网路欺凌 非常不喜欢他现在的模样 短短一天就有1.1万人按赞 多数网友也留言表示支持 JK罗琳对全级手说的话是错误的 所做的一切既危险又可恶 更开枪他作为一个女人 却试图破坏女权运动 以及自己的权利 从棒球运动员出身的艺人 曹佑宁也回应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是说 要真的去了解整个事情的 发展或者走向 或者是这个选手他从小到大 他是怎么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先去了解 曹佑宁也向林玉婷温情喊话 我觉得加油 对然后我觉得心情 一定是会多少少被影响 但我相信他是很坚强 希望对方能坚强挺过风波 林玉婷为国争光 就永远是台湾的骄傲 TVBS新闻高紫瑶审视后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Giving